歡迎來到 KTX Magic的頻道,我是KTX Magic 有些人天生就是賭徒 為何會這樣呢? 今天會列舉了多少資料跟大家講解一下 開場第一個引子就是 曾經有一段影片我拍過 就是我校園放學一走出來 就是有一檔士多 裡面有一檔老虎機 後來因為那些學生精靈很快就發現到 他有一個漏洞 就是當去到某些情境 他如果是這樣 我們只要投注相關的項目 就一定中 然後引來了很多很有趣的個案 大家可以看看這段影片 在這裏就產生了一個經驗 沒有遇過的,但我自己後來啟發出來的經歷 假設我賭到只有5元 這裏就當作為5元 我們通常會等 如果有一堆人 有些人不知道有這個筆 就慫恿他們賭 等到如果出現 我投下去,他就會開 那我就會中 有兩個情境 如果開提子 你就5元贏5元 也可以是買蘋果的 他開5倍,1倍5元 你進入一個5元 你就會跌多5.5元 你就撿25元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只剩下5元 那時沒有八達通 身上只剩下5元 會不會膽敢投下去呢 按過去的經驗 是每一次投來都會贏的 但是這個情境轉換成 你是剩下5元 如果輸的 你就要走路回家 假設是官堂走到黃大仙 你會不會承擔這個風險 我經常都會問人這個問題 你投不投下去 重複就是 他有一個if then 如果他上一局開 某一個情況 你下一局買相關的項目 你就會贏 而過去的經驗都是必贏的 但是這個機會率不是經常出現的 好了,你有某一天賭到 你只剩下5元 你只剩下5元 你輸了 你就沒有了 你沒有得像魔術一樣變回 變個小魔術來打 沒有的 你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你就可能要在街民借錢 或者你不想做這件事 你就走路回家 你是官堂當是走到黃大仙 你也耽誤的 我是更遠的 當年的5元是可以乘很遠的 我是更遠的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走路回家 所以如果我遇到這個情境 即使過往經驗 我這個5元是必贏的 我都不敢賭 因為我承擔不了 我沒有辦法走路回家 那我就可能要承受 我要在街民借5元 我肯定不會打回家 也是很愚蠢 所以我考慮到各方面 我是不會做這件事 但是當然這個情境的比喻 有很多人是回答我會買的 因為你說贏的 真的贏的 過去的經驗是贏的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後果呢? 如果真的輸的 你能否承擔到後果呢? 結論就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天生賭徒的人 他們是不考慮後果的 當眼前的獲勝率是高到某個比例的時候 或者他自己覺得 他就是不介意這個效果 哪怕是你游泳回家 他不介意 真的輸了再想 而為何他們會有這樣的經歷呢? 我們就再下去看看 這句一句 之前說過一個甲公仔 我想了解多些火療心 其實我只是認識他那本書 因為我看了他那本書 還有單單一張照片 就是他書封面的照片 那一集要說這件事 我就看了他的影片 他有一個訪問 以前是窮得很緊要 以前是住在城寨 是惡劣得很緊要 僅僅比地獄好少少 所以他們窮到根本沒什麼好爬 有機會就博 所以有很多時候 而一些投機者 為何這麼夠膽呢?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他在成長中獲得到 某一些他自身的經驗 令到他夠膽做很多 我們不敢做的事 例如Alet曾經有一個訪問 他以前是試過做一些買賣的 要隻身去到中東還是怎樣 那個主持人就好奇 你不怕的嗎? 你一個人去中東 他說我沒什麼好害怕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敢做 我也是死的了 如果能拼命 我不用死 我拼不了 我反應也要死的 所以我完全不怕 即是他不完成這件事 他就是死了一條 所以他有什麼好害怕的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部電影是梁朝偉和人捏大膽車 那些八、九十年代不出名的電影 他知道自己是患癌症 他就很困難 他就衝到他那裡 那裡有個害怕 說這個人神經病 不怕死 然後他就留 那個人炒了 他就贏了 他也沒什麼好害怕 哈哈哈哈 還有一些他們很熟悉 就是一個法律漏洞 譬如因為可以申請破產 即是全部都是來自他們自身過去的經歷 令到他們相信了某一套行為是活動的 簡單一點 舉個比喻 就是那一餐你窮到要偷才可以吃飯 那你小時候見著爸爸這樣 那你成長會變成怎樣 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有點像那一集的小狗理論 但理論就輕輕調轉 他們在一個疫境中 是戰勝疫境的經驗 他們擁有這個戰勝疫境的經驗 加上本身他們這些人都很大膽 大膽就成大膽 就變成一個 譬如羅兆輝 大家知道 有研究分析他 第一桶金是賺了六億 他不知賣了某一個物業之後改建 一億 而那一億其實都是借回來 白手就賺六億 其後因為大膽 就成大膽 就變成一個 宇宙級的膽量 也有很多老闆 就是慕名 就給他錢去做投資 他一開聲 我羅兆輝就是可以這樣 每個人都對他有信任 就變成了 是這樣的大規模的 一些槓桿投資 很高比例的一些槓桿 結果很不幸適逢金融海嘯 一招就沒得翻身 走上了一個絕路 其實很多經濟學家 馬歐炮分析 就是指 只要他當時 肯離場 回歸一種正常的 穩健投資 其實他根本有可能 就已經成為另一個 流亂熊 也是的 剛剛分析了這些人的膽 你解釋出來 檢驗一下這些人的膽 究竟是什麼構造 你就會覺得很神奇 小時候聽長輩說 其實霍英東 年輕人都是透過一些 很膽薄的行為 找到他的第一筒金 而分別當然就是 他找到這筆大型的資金之後 就離場了 做回一些正常穩健的投資 搞定 其實真的是一線之差 有些人天生真是一個賭徒 或者在小時候 因為環境成長 經歷就養成了一個天生賭徒的雜誠 令到他們長大了 就按照自己的經歷去行事 考慮過後果 例如我為什麼說 我不敢買那五元 我沒有遇過這個情景 但是我自己是聯想出來的一個理論 就跟很多人分享 很多人只聽的話 他們說是夠膽買的 但是為什麼我不敢買 第一個歐是沒有辦法走路回家 就算我住黃大仙也行不行 觀塘怎麼走回去黃大仙呢 走幾個小時 四個小時未必走到 第二 我考慮到我是不敢在街上買五元的人 那我怎麼刷呢 如果沒有這五元我是玩完的 我肯定不會買下去 就算贏我也不會買下去 當然你反駁 你都說贏為什麼不買呢 當時就是 有些人會因為賭到跳樓 就是這樣 馬長界賭的影片 為什麼都很受歡迎呢 原因就是 很討厭你一句 因為他們還在賭 剛剛舉例 有很多人不肯離場 因為他們還在賭 所以就一局玩完 有很多人是離場的 霍英東那些 他們離場的 成為了成功人士 所以今集主要是探討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大膽 有些人天生或者從小 就已經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賭徒 就是有這些原因 今集來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想法在下面留言 我們繼續交流 如果有新觀眾 不妨按我訂閱 支持小禮的頻道 叫KTESMAGIC 今集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KTES KTESMAGIC